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今天這款是前幾天在FB廣告看到的遊戲 應該一看就知道我要介紹什麼遊戲了 那我們就進入主題 四皇傳說 遊戲的開發商不明 我有嘗試安裝路板的來查看 但都會直接閃退 該遊戲在中國 主要也是在非主流網站或者廣告投放上 而看台灣Google商店的上架名稱 就知道他也不是什麼正經代理 妥妥的盜版遊戲 不意外的也是早晚跑路 因為廣告都打著煞咬其事 而且很多人可能都以為 廠商打廣告等於正版授權 因此受騙上葬的人還是不少 遊戲為卡牌結合放置玩法 首先看這個力會建模 不禁讓我又想起那個裂子版死神 該說還原嗎 重點上還真有 對比那款死神來說也不算太崩壞 但這建模一看就知道是幾年前的水準 就是那種換皮仙俠手遊的風格 莫名給各位看幾個角色 你們再自己評價看看吧 而戰鬥玩法就很無聊了 就跟掛機遊戲一樣 時間到就收菜 然後可以推推主線 如果你想跳過的話就必須買VIP 整體跟某新修仙凡人傳一樣 你也不能安排釋放策略 只能全程看他AUTO表演 而包含養成方面都是各種一鍵化 目的都是讓你能輕鬆玩 最後快樂課金 而其實遊戲本身就是抄襲另一款 由上海南夢宮跟雲唱遊戲開發的 航海王燃燒意志 在中國的2018年9月開服 台灣在去年5月也上架過師服 但在今年1月也宣告死去 遊戲目前在中國也是挺涼的 真的是完全攔不起來 反倒是另一款去年上架的 航海王熱血航線 目前討論度還蠻高的 結論 30678就是垃圾 每次看到這種劣質手遊 我都不知道該說什麼好 頂著熱門IP就想收割韭菜 這次也是單純一直看到 所以就來給各位踩雷了 通常這種搜尋不到正常廠商代理的遊戲 基本100%就可以略過了 為他儲值的每一分錢 都是對正版的褻瀆啊 另外有人還是會有疑問 我這邊再簡單說一遍 我影片常提到的台灣某些代理 他們並不是真的實際營運公司 只是因為礙於台灣法規 明面上必須由台灣公司代理 所以需要人頭公司出面協助 收個過路費負責打通門路 但實際背後仍是交由中國廠商營運 不然像某些代理 一年上架N款遊戲 最好客服單位是吃著消 而部分大廠會有在台子公司來負責 而有些也是不管這些 直接強行上架的 總之各位眼睛只要保持血量即可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明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